中国自由派当然不应当缺席 力挺以色列的任何一次盛会 2023年12月31日 远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江齐生先生 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时间之鉴已指向2023年的岁末 但对我来说 80多天前发生的极为邪恶惨专丽的事件 10月7日哈马斯武装偷袭以色列 蓄意屠杀和绑架平民的突发事件 就犹如发生在昨天那样 依然极其真切 极其令人震撼 是什么让江齐生博士如此震撼的 而尤为触动我的 是12月上旬 来自约旦和西岸伯利恒的一段视频 面对手无寸铁 步步进逼的巴勒斯坦平民 全副武装 鹤枪实弹的 以军步步后退 没有人下令开枪 没有人胆敢开枪 内塔尼亚湖夸以色列国防军 是世界上最为品行端正的军队 无信仪 2024年3月18日 华盛顿邮报 基于对20位政府官员 和外部顾问的采访 发表长篇报道 题目是 拜登是如何卷入一场 看不到尽头的加沙冲突的 文章写道 10月27日 在以色列对加沙发动 惩罚性反击三周后 拜登高级官员私下面对聚集在白宫的一小群人 告诉他们不会在公开场合说的话 以色列轰炸建筑物的时候 经常没有确凿情报证明建筑物是合法军事目标 他的盟友私下承认 这场战争在国内和全球范围内都给他造成了巨大损失 很可能成为他外交政策的最大灾难 2023年11月11日 以色列国防军完成了对加沙最大的西法医院的合围 11月15日 以军攻入西法医院 博德中文圈满堂喝彩 此后 以色列又进行了一系列雷霆行动 时隔一个多月 我们读到了江齐生博士的真知灼见 在这场哈乙战争中 以色列别无选择 只能彻底铲除哈马斯这个毒瘤 并且让伊朗豢养的黎巴嫩针主党 和野门胡塞武装不敢再蹦打 进而使剩下的和潜在的伊斯兰极端势力 断了亡以之念 绝了亡以之心 这样 中东问题才能有望按照现代文明准则 得到合理解决 巴勒斯坦人才会得到公正的对待 中东的和平前景 才会真正显露希望的曙光 华盛顿邮报披露了当时美国外交决策细节 据三位匿名透露内部讨论情况的高级政府官员称 这促使拜登的官员们 就是否公开支持以色列的说法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一些人担心 以色列会将这一声明 视为突袭医院的绿灯 而另一些人则希望利用这一信息 向公众展示 哈马斯是如何将自己嵌入平民之中的 以强调以色列所面临的复杂局面 民主党参议员范霍伦 曾收到一份关于西法医院的美国情报的机密简报 他说拜登官员的公开说法 与情报的实际显示之间存在重要而微妙的差异 这位参议员说 我确实发现 政府的公开声明与机密调查结果之间存在一些脱节 华盛顿邮报的文章一开始就承认 据三位熟悉此次会议的人士透露 尽管美国一再催促 但以色列显然缺乏一个击败哈马斯的计划 其中一位熟悉会议情况的人士说 我们从未明确感觉到 以色列人有一个明确且可实现的军事目标 从一开始 我们就有一种感觉 不知道以色列人将如何实现他们所说的目标 不过这些应当都不足以动摇将其生博士 以色列必胜的信心 在2023年底的文章中 他写道 写完我的一些新认知 2023至2024的跨年倒计时 就快启动了 再过短短几小时 2024的新年终生 就要在地球上由东往西悠然响起 这时的我想和终生有个约定 请帮我给躲在加沙地道里的哈马斯带句话 你们的下场 比江和伊斯兰国ISIS的下场一样 只能是当然无存 民主中国网站 很快就发表了江齐生博士的感言 并且配发音频 可喜可贺